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学美国总人数为35万人 相对于2015到2016年增长了6.8% 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2.5% 中国留学生应了解美国博雅教育 以及他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什么是博雅教育 中国学生有哪些自身的不足 家长送子女留学美国 应注意哪些问题 下面有请王陈博士 王医生您能否介绍一下美国的教育 什么是美国的博雅教育呢 因为今天重点是讲博雅教育 这个博雅教育是一个新词 一个新词 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问题要讲透 先讲一下总的情况 美国的孩子和中国孩子一样 12年的小学中学教育 美国的孩子大概是534吧 小学5年 初中3年 高中4年 所以要年级的话 也是12年级 一年级到12年都一样 这个中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从这个一般人认为 到了大学以后 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美国要讲博雅 中国呢 基本上 刚刚开始了解博雅 好像就不一样 其实不是的 这观点是错的 美国的孩子 这个小学中学12年 就和中国的孩子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会跟大家具体讲 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 你们是开放式的 我们是死倍应激 No, No, No 比这个要严重的多 比这个区别要大的多 我们现在开始讲正题 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 美国现在非常提倡 两到四年的大学教育 大学教育之后 也就是说 两到四年的大学教育之后 然后再进行专业 技术 和职业教育 这三种 专业就是英文叫professional 比如说医生 律师 那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要上一学院之前 要念四年大学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要念法学院之前 要念四年大学 那么现在的趋势呢 是 大概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念两年以上 才开始念那些 在跟专业有关系 跟挣钱有关系的专业 就是我刚才说了三个 一个是专业professional 一个是技能 还有一个是职业 学校 那么 在念了这个 职专业的这个专业技能的以后 然后就开始挣钱了 所以如果就从医生这个角度来培养 那么他是先拿到一个大学的学士 然后就进医院了 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话外题 也就是也是给这个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 就是美国的硕士和博士 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硕士 一般来说都是跟技能有关系 那个美国的孩子跟我讲 硕士就是最后一次听老师讲课 老师讲什么 你记什么 考试就是这些 然后出去 你就可能拿到一个执照 因为你学了专业 能够挣钱 博士不是的 博士是探索 这个前沿 这个专业的前沿的内容 所以 我讲的不一样就是 中国是念完硕士念博士 好像是继续读下去 美国是 不是这样的 美国是硕士和博士 完全是不同的方向 博士是 科学的前沿 学术的前沿 硕士是学个技能挣钱 所以 你的孩子如果要念 如果要在美国念博士 一般情况下 不要念硕士 因为他不是一个事情 不是一个踩着一个上来 所以我后面 给大家建议的时候 也这样重复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说一般情况下 我不说具体的 一般情况下 这个你的孩子如果想要念博士 没有必要先念硕士 好 我就是插进来的话 OK 好 美国的倾向 是 两到四年的大学教育 也就是博雅教育 最好是将来都改成四年 现在还是有人是两年 有人是四年 像医学院是 学生是四年 那么将来的倾向 是都改成四年 那么将来的倾向 也是四年以后 去念一个两年的硕士 然后这个硕士呢 是挣钱的 比如说工程师 然后出来以后 就可以去挣钱了 那么和中国的大学比呢 就刚好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大学是 四年 五年以后 就开始挣钱了 美国是硕士 将来是全部硕士 现在是部分 硕士出来以后 才挣钱 那 一个问题出来了 那美国的大学 四年 现在是两年到四年 干啥的 中国是高中毕业以后 就上四年到五年的大学 出来挣钱 美国是念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大学 然后念到硕士 才挣钱 将来是全部 现在是部分 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大学 在念什么 这也是全部 中国留学生 及其家庭 非常非常关心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跟你讲透 中国人说 这个两到四年的 大学的教育 就是在 学这个挣钱本事 之前大学教育 是一个通识教育 这种理解 我觉得大概只有30%的正确 那么香港人把这个教育翻译成博雅教育 英文叫Liberal Arts 翻译成博雅教育 反正一翻就错 一翻过来 就大家按照中文一想 这事就错了 先说一下历史 这个美国的这个博雅 我们就浅切用这个博雅教育 因为这个大家能记住 我最不喜欢翻译 我喜欢用Liberal Arts 这个博雅教育 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历史 延伸下来 就以前就有 很早很早就有 古罗马的时候就有 那么这个Liberal Arts 这两个字 不能够用现代的语言翻译 要按照古罗马的语言翻译 就是Liberal就是自由人 Arts就是应该学习的东西 Liberal Arts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从古罗马开始就是 自由人应该学习的东西 所以跟艺术 说现在是什么艺 什么艺 七艺 六艺 这个布达嘎 有一点编 但是布达嘎总是误导这个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自由人 自由人是相对于古罗马的时候相当于奴隶 那么相对于奴隶 那么奴隶就是学谋生 干活 那么自由人呢就在奴隶之上 如果你不是特别 关注谋生的技能 那么你应该关注什么 关注社会 管理 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现在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谋生那个 在美国已经硕士以后 去谋生了 在硕士以前 就是要学一些 自由人应该学的东西 那么到了中世纪 这个Labor Arts 就有了七个项目 那中国人把它翻成七亿 因为是Arts 这全错 应该学的东西 这个不能把它翻成亿 那么这个七个 要学的东西什么呢 在中世纪 是文法 修词 辩证法 算术 几何 天文 和音乐 你看 真的是不是奴隶学的 奴隶是学怎么样 种粮食 中文又说了 这个 博的意思就是 文理要结合 要学的很多 博是对的 亚的意思是 要学做人 实在是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你们大家听完我今天讲这个 你们也觉得 中国人说的很多事情都是牵强附会 大概 大概100个 有80个都是牵强附会 特别是我今天要 暂停用大家时间 跟大家讲 我看到中国人的一个很丑陋的地方 就是当你打开 百度 你去查伯雅 然后说中世纪的时候有七亿 下面马上就是 我们中国 儒家就有六亿 就来了 我就不说了 我对这种事情 是深无痛绝 我现在跟大家先说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我在美国做医学研究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到加拿大去开会 我就问周围的人 我说我没去过加拿大 谁能告诉我加拿大和美国比怎么样 我就问了科室的两个人 一个人是美国人 他去过加拿大 他告诉我 加拿大步入美国 另外一个人是加拿大人 他到我们美国科室来工作 他告诉我 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 一样 我还没出门 我就觉得两个意见 可能有一个意见不对 我就出门了 然后我一看 加拿大的物价 比美国高出四分之一 这是大概二十年前的事 不是现在 加拿大的工资 比美国少四分之一 我一下发现 这个加拿大人说的话不准 我就悟出一个道理 这个人类啊 社会这个攀高 这个攀高的心态啊 非常非常普遍 所以假如你要问到一个事情 你要弄得比较准 你一定要问高的 不要问低的 所以我就借这个事情 借这个中国这个人 一说到奇异就说 me too 俺也是 我也是 我和他差不多 我就想告诉大家 就中国人这种自欺其人的办法 害了我们多少下一代 我展开点说 我在中国念书的时候 只要是念到药学和这是药理这样的书 明明是一个编辑的书 就是美国的最好的三四本 药学药理书 然后翻成中文是编辑的 然后在前面就说 我们中国在什么什么时候 就有一个伟大的人叫李时珍 他的本草纲目 然后就如何如何重要 全是胡说八道 百分之百 胡说八道 这就是低的朝高的判 所以什么是正确的 正确的因为应该是用高的 如果我要编 把美国的这个药理书编成中文 是编啊 不是自己 是编成中文的话 我就给这个美国的书的这个作者 和委员会写封信 我说你为啥书里面没有 我们李时珍 本草纲目 他们就写回信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是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爷爷不知道 爷爷的爷都不知道 我们我们编的 我们西方的这个药理的书 就这么编下来 不知道 我就会把这封信贴到这个书 贴到中国的这个书里面 告诉你 那个高的意见是真的 李时珍本草纲目 没有对西方的药理 有过任何 辟影响 不要再骗中国人 不要自欺其人 这是我最恨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在中国是 每天发生 每一件事情发生 骗得中国人是傻乎乎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 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碰到有人向上攀的时候 碰到中国人攀人家的时候 问一下人家 我们这个事和美国差不多 你问一下那个美国那个人 他怎么说 他说的是真的 中文说全是假的 王医生 一谈到医学 您就总是容易激动起来 这个李时珍当时也确实 我们一直把它认为这种经典 是吧 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医学上的圣人 但是中医啊 其实您已经批判很多了 他确实有很多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博雅教育 可能观众朋友啊 还是需要理解 因为还是有点抽象 您能否比如说举一个大学的例子 把它强行再说一下呢 可能观众朋友容易理解一些 正好我这有一个具体一个学生的例子 张杰博士会帮我播出他的这个 在这个NYU 就是纽约大学念书 念这个博雅教育的成绩单 或者叫科目单 你看到这个科目单 这课程课程单 你看到就我用那个粉红色画了八个区 就我让大家看这很真实啊 那么这八个区相当于他 这个学生在NYU学习的八个学期 实际上不是的 我待会再讲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成绩单和叫科目单 把它呢正规的写下来 让大家看清楚 好那我就介绍八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我们大家看到了啊 是这个学生在高中上的AP课 就相当于大学课 所以这个学生八个课呢 八个部分呢 七个是在大学写的 他在大学呢读了三年半 因为他在高中念了七个AP课呢 相当于大学的一个部分 这一点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高中念的AP课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拉丁文 英语文学和写作 环境科学 生物学 生物学 美国历史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他进大学了 大学里的我就说 我就说二吧 第二个部分 就是其实第一学期 我就不说了 不再纠正的学期了 第二个部分 这个学生第二部分 英文写作一级 文化学基础一级 社会学基础一级 美国的权力和政治学 好 第三个部分 又一个学期 现代舞蹈入门 英文熟练水平 英文写作二级 文化学基础二级 社会学基础二级 高级拉丁文 第四个部分 创造性写作 介绍小说和诗 声乐训练 政治学理论 社会学基础三级 社会学入门 这个社会基础和社会学入门 这个大家要看英文 不要看中文 英文这个social social foundations 那个到了这个sociology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学科 大家我翻译的时候 没办法翻译 大家一定要看英文 第五个部分 文化学基础三级 英文英国文学二级 声乐训练 政治学的生物学原理 大家记住 政治学的生物学原理 我们后面要讲到哲学的时候 讲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 下面是政治学 公共政策研究 第六个部分 声乐训练 比较政治学 主要是 那个学生跟我讲 主要是比较英文和美国 英国和美国 中东政治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 那学生告诉我 主要是弱势群体 第七个部分 这个学生到 柏林 那有一个纽约大学的分校 在那带了一个学期 德语 二十世纪德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欧盟政治 政权和社会 参加高级讲座 第八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 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量的方法 这学生告诉我 主要是统计学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们从这个真实的例子 往深来讲 王医生 您刚才谈到这个学生 因为他是一个事实存在的 并且这是他自己学过的课程 应该说这个课程的内容 涵盖还是很广泛的 涉及到可能他偏向于政治 是吧 政治学 统计学 还有音乐 各个方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的发展还是非常均衡 各个方面都涉猎了 也就是说 在美国读四年大学 可不是像中国 因为中国的 他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教育 也就是你的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都是高强度的训练 目的就一个嘛 就是高考 考进一个好大学 但是考进好大学 你再问这些大学生 你要干什么 他们说那叫谈恋爱 叫放松了 所以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学生像登山一样 从小就背着包袱灯 终于爬到山底 他不学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大学教育 而美国呢 他是从小开始培养你的各种品质 当然也有包括理数AP课程 但是到了大学 那里就是心智已经成熟的时候 那里可是真的要花很多的精力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大学不是说很轻松的 甚至他的图书馆的灯 那都是一直一直亮着的 所以这个跟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还是回到博雅教育 我想请你谈一谈 博雅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个个人 那个让我们现在讲目的 这都是从那个 这个参考书上扒下来的 所以他具有极大的概括性 因为个人不具有概括性 那么 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十个 这个作者叫 这个Chavis C-H-A-V-E-S 在我的 参考文献里 第一 就是这个 这个作者的写的东西 十个 第一个 就是要 目的就是 学会 质疑性的 独立思考能力 那么 它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 求知欲 寻求真理的愿望 第二个是 逻辑思维 第三个是 批评性 分析 如果我们说 培养一个人的 求知欲 寻求真理的愿望 包括逻辑思维 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真的不是 上了大学 才开始 培养求知欲 那就晚了 所以大家知道 是长期的事 这一条非常重要 这一条呢 就是 也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条 基本上涉及到 西方的哲学 和哲学思维方法 所以在 这个 伯亚的教学中 西方哲学的内容 始终贯穿 就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有西方哲学内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有西方哲学内容 所以我特别强调 西方哲学思维方法 是放在这个第一条里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记住 第二条是 英文的功底要硬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学了 四千个字 差不多就够了 美国的大学 毕业的孩子 据说 应该掌握六万到七万字 英文的功底 要一定要硬 第三条 提倡这个统计学的知识 有大数据的基本知识 要培养有量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 经常想这件事 准确还是不准确 一定要学会抽象的 数学的 这个思维方式 很多人 学文科的不太喜欢数学 这个 好像也不太好 第四 就是要学好历史 当然讲的西方历史 西方的文明史 和美国的历史 还要做一些 不同民族的历史的比较 特别是 西方 人 争取自由 民主 人权的道路 这条路 是非常非常重要 值得 大学 特学 达到今天这样一个 美国的民主社会 是很不容易的 第五 社会也是文化的产物 一定要学习 西方的文化 以及其他 和其他文化的比较 很重要 就是要和其他的美国人 有共同的感情 就是 如果文化的话 常常会emotional 就是有情感方面的 不止这些 以后我们还会谈 第六 必须要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 特别是当代哲学 要打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隔阂 这个是美国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们在后面谈 第七 作为一个美国人 了解美国历史 美国的政治历史 认同政治制度 这很重要 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担当 No.1 伟大之处 认同美国人的核心价值 就是自由平等 要有公民的觉悟和义务 就是担当 第八条 准备自己成功的参与一个变化中的经济社会 所以要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 第九条 学习艺术音乐美学 它有很多好处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高雅的休闲 另外还体会到创造性 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哲学上有一个上帝 这个上帝是一个完美的 如果我们人类社会 没有一个完美的具体东西 你就不会相信上帝 那么我们人类社会什么东西 你觉得完美 数学 还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也非常非常的 接近完美 艺术 音乐 比如说我们去到 这个外面去旅行 看到一个景观 非常不得了 你说什么 这是造物者 造物主的奇迹 造物主就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必须要有那种完美的具体的感觉 才让你相信有完美的上帝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完美的 你不会相信有个完美的上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法 第十 美国在国际的领导地位 使得美国的学生必须关心国际社会 美国人最不关心国际社会 但是在学校里必须关心 所以要学外语 要了解全球化 我们来回过头看这个学生 他是怎么样完成这十个目的的 我们又回到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 他学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相当于完成了第一 第四第七 那个张杰博士会帮我把这个十个目的 简写出来打在旁边 我就念这个第一第二就好了 拉丁文相当于第四 英语文学和比较相当于第二 环境科学相当于第六 大家去找 去找第六是什么 物理生物学相当于第六 生物学相当于第六 两个生物学 美国历史相当于第四和第七 第二个学习七 英文写作相当于二 文化学基础相当于五 社会学基础相当于一和五 美国的权力和政治学相当于一和七 现代舞蹈入门第三个部分相当于九 英文熟练相当于二 英文写作相当于二 文化学基础相当于五 社会学基础相当于一和五 高级拉丁文相当于四 第四个部分 创造性写作 介绍小说和诗相当于五和九 声乐训练相当于九 政治学理论相当于一四七 社会学基础相当于一和五 社会学入门相当于一和五 第五个部分 文化学基础相当于五 英文英国文学相当于五和九 声乐训练相当于九 政治学的生物学原理相当于一六七 政治学政策研究相当于一四七 第六个部分 声乐训练相当于九 比较政治学相当于一四七 中东政治问题相当于十 美国外交政策相当于十 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相当于四和七 第七个部分 在柏林 德语相当于十 在柏林本身就相当于十了 二十世纪德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相当于一四十 欧盟政治政权和社会相当于一四十 第八个部分 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相当于一四八十 政治学的量的方法 统计学相当于三 都对上了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具体 我也是刚才您谈到柏林教育的十个目的 然后呢 就是柏林教育具体的科目 跟他相互的对应 也就是一个大学生完成这些课程 他就类似于 可以我们可以说 基本上达到了这十个目的 所要求的这些内容 那么刚才您在谈的过程中啊 其实我也注意到 您谈到了美国的哲学 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美国哲学要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博雅教育的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在很多中国的专家都不从这个地方考虑 这个角度考虑让我觉得很遗憾 都是了解美国了解的很浅 那么现代哲学差不多一般人认为就是美国哲学 那么美国哲学呢 现在我们要讲到美国哲学影响到美国教育的部分呢 其实是美国哲学界的一个倾向 就是你知道美国是各说各话 大家不同的观点 但是有一个主流观点 现在占据了这个教育的领域 就是我的意思说 还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大家不要见怪 不要说哦 美国哲学界一个观点 不对不对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相当于主流观点 因为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是要把美国的孩子培养成接班人 那么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美国的进步思想 哲学思想 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 价值观 优秀的宗教文化内涵 社会习惯 传承下去 所以这是 你一听就和 就不一样了 中国人听很毛了 就是 这个不是去学点本事就回来 那么 美国的哲学思想 现代哲学就相当于美国哲学 美国哲学思想用在这个教育方面 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也是美国哲学界的主流思想的本身 就是 我谈到哲学思想用在教育方面 也是教育方面的哲学 其实也是美国哲学思想的本身 这两个差不多一样 所以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第一条 两个方面 比较显著 第一条 来我们来看这个 英文的这个中文翻译 这是英文是别人说的 所以你们大家都比较相信 中文翻译说 教育的目的 他说学习的目的都一样 不再是朝向那个一成不变的 能够指导现实世界的真理 而是获得开创最美好的未来的能力 谁是一成不变的 能够指导现实世界的真理 柏拉图说的那个 理念世界里那个像太阳一样的东西 你要能想到的话 你应该首先想到上帝 所以美国的现代的哲学 现在是想到 怎么能够开创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英文叫better word 有点偏离 对上帝的依赖 这一件 这一件要跟大家先说清楚 说你要听懂啊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的哲学就是 十九世纪以来 一八几几年以来 然后 他主要是 把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 用于研究人文科学 换句话说 也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打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 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 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 生物学是心理学的基础 心理学是社会学 社会学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 所以如果有一个道理在数学里面 这个道理可能会贯通到最后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政治哲学 这是现在的看法 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专门讲了吗 这个学生上课 有个课叫 政治的生物学基础 不是我说 这是真的 真事 所以现在美国 你看 你不管上什么课 它都叫科学 不管编什么书 它都是L-O-G-Y Logic Biology L-O-G-Y 就什么什么学 学的就是 什么什么学 的意思就是 朝前探索 朝前发展 就这个意思 不管什么都叫做Science 我上课了 我今天上 Political Science 我今天上政治学 可是它的翻译成就是政治科学 人文学科现在都加一个Science 所有的学问都加一个L-O-G-Y L-O-G-Y就是什么什么学 这个学的概念都是从自然科学过来的 还有就是政治学需要的这个统计学 这我刚才不说了吗 数学能够一直爬爬爬爬爬 数学的里面道理一直爬到政治学 那么具体的是这样 就是现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人文科学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 假设演绎法 英文我就不说了 英文大家我都给打出来 我说错了 假说演绎法 假说演绎法 什么叫假说演绎法 这个药能够治风性关节炎 这是一个假说 什么叫演绎法 演绎法就是 最常用的这个例子就是 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也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也一定要死 也就是说演绎法就是 我们在逻辑上推导的时候 是先从总体到个体 那和它相反的叫归纳法 这我不说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这事情 我们是来讲 现代的西方 科学就是用假说演绎法 居然要把假说演绎法 推广到人文科学 比如说黑格拉说 每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 所以这个社会才会 这个朝自由的这个解放的发展方向 那么演绎法它的特点是什么 演绎法它的特点是一票否决 我刚才先举了例子 这个医药能够治疗风性关节炎 如果有一个凤世青关节炎 真的是凤世青关节炎 这个要无效 那么前面说的话就错 叫视为 就试验这个为 试验这个假话 所以就是说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也死 结果有一个人不死 那这个人都是要死 这句话就错 我说到这儿 我就是要使劲批判中医 中医哪个药 能够经过这样一票否决 中医你站出来 你说你哪个药 能够被一票否决 你说你这个能治胃病 你这个能治风性关节炎 然后你又说个体不同 狗屎 科学已经到了今天 就必须所有的 适风生性关节炎的 它都有效 它都有它的道理 作用的机制 只要适风生 风生性关节炎 你这个药 这一个不能治 你前面说错 黑格拉的话也是一样 黑格拉说人类都是追求他的自由 有一个人不追求自由 不想追求自由 黑格拉的话就错了 一票否决 人类都发展到今天都这样 中国人还在那打混 个体不同 有些管用有些不管用 狗屎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这个实践主义 英文叫这个pragmastic pragmatism 这是美国独有的哲学 美国以外没有这个哲学 美国以外也不需要这个哲学 这是专门解决美国问题的 美国的实践主义 哲学理论 对教育的指导 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过去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 都有可能是错的 第二 最好用实践或者实验的办法 来确定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第三 基于人是复杂的社会议员的原则 这是谁说的 这是亚历士多德说的 中国人说 人是政治动物 亚历士多德说 人是复杂社会的议员 中国人犯错了 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认定正确和真理 应当是包括全社会 每一个成员的共识 而不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己见 中国人想一想 这话你听了 你什么感觉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正确的和真理的东西 应当是包括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共识 你们大家都还同意地质吗 所以西方社会认为 一个人的成功 应该是基于全社会的共识 如果不是这样 那个人的所谓成功 就是假的 你被选上当主席了 你是被选上去的 它是一种社会共识 你当主席很光荣 但是你是被选上去的 如果你不是被选上去的 你就是假的 第四 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 所以人和自然界 应当是共享同一个指导原则 我们前面讲了 文科理科要打通 并且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应当是主动的 互动的 有机的关系 不是两者不打尬 而是主动的互相渗透 互相影响 这点很重要 第五 人有追求真理的本能 人自然会展开追求真理的过程 第六 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自然会表现出来 与众不同的个人喜好 全说全了 全说全了 啥叫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就是谁说都对 然后怎么办 协调 而不是谁把谁抓起来 这就是民主社会 大妈的广场舞也对 邻居看书 邻居有看书的大学生也对 闲巢也对 跳舞的权利也对 协调 不是谁把谁抓起来 谁说谁是反革命 谁把谁关起来 然后只能自己说话 这就是民主 协调 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还是要进入这个 我非常喜欢的哲学的思考方式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理论 特别是理念世界的理论 这是柏拉图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没有人能够预测 有人会说出这种话 所以西方世界 整个哲学的历史 其实是对柏拉图这个理论的解释和理解 整个是历史 这不是我说的话 这是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加一个内容 就是有学者把柏拉图的 他的这个高级理论 说成是这个transident form 和他相对应的是亚利士多德的理论 高级理论 把它说成是eminent form 这个form你就把它理解成真理规律 这个前面柏拉图的这个transident 你就把它理解成远在天边 亚利士多德的这个称赞 你就把它理解成近在身旁 那么柏拉图的那个东西 那个form 那个真理远在天边 亚利士多德的那个真理 近在身旁 规律正在身旁 举例 柏拉图的远在天边的那个真理 就是上帝 上帝是一个例子 那亚利士多德的那个 近在身旁的规律 就是一个种子 你把它种下去 它按照自身的规律 它会长成一棵树 你说你为什么不长成一个花 因为我这个种子是树种 它包含了自身的规律 这就是两个区别 你知道了这两个事情 你现在熬子里想 这两个事情 就像两个光柱 我不要把它说成点 我把它说成历史的长河 把它说成有个长度 光度 光柱 两个光柱 那么所谓的西方的哲学 要么就是在这两个光柱之间摆动 像钟摆一样 要么就是围绕这两个光柱 因为内容越来越多 要么就按照有些 柏拉图的这个爱好者说 其实就是围绕柏拉图一个光柱 都对 三个说的都对 不对的就是那个丑恶的 中国人的哲学 你们跟柏拉图的光柱 你们跟这两个光柱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柱 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天在可能在北京吧 召开全世界哲学大会 你们也好意思去上去 你们把中国人从帝国引向帝国 还没出来 你们有脸说你们的先进行 和这两个光柱没关系的 和柏拉图的光柱没关系的 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philosophy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 美国的哲学 显然是像亚里士多德的光柱摆动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认定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边 它有内涵的规律 我们要发现这个规律 通过实践的办法 发现规律 把我们社会搞得更好 我们现在有点不太朝柏拉图的那个 远远的像太阳那样照亮 我们指引我们那个说法靠近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七集 谈到美国的基督教的教徒 越来越少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内容之一 这个摆动现在朝向亚里士多德的这个 内在的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律 它的问题 有点背离 柏拉图的那个观点 既然是我说了 如果像钟摆一样摆动的话 那么你也知道 美国社会会有柏拉图的支持者批评 美国的现在的哲学倾向 那么也可能这个钟摆会摆回来 那批评的人是说 我们不能够只低头拉车 我们还要抬头看路 这是批评者的意见 很有意思 说到这就觉得很有意思 一说中国人那也是特恶心 王医生刚才谈的非常有趣 实际上我们在讲的过程中 我们把过去我们所说的一些观点 要把它进行了一个主节 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 中国哲学史简编厚厚的三大卷 实际上因为它不是philosophy 并且就是你说的 实际上整个哲学 它是围绕着两个光柱在之间在摆动 现在无论摆到哪 它可能明天它也摆回来了 但是跟你中国的所谓的哲学 严格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谈到哲学 实际上就离不开政治 那么我就像您要提的问题就是 美国的政治制度 它对博雅教育要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留学生 他们似乎不关心美国的政治 本来就是学习的 理工科的就学电脑 就研究这些东西 文科的也观看一些西方的书籍 似乎对政治比较漠视 那么你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 对博雅教育有什么影响 张杰博士 你这个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因为在中国为了避开和共产党的矛盾 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不关心政治 到了美国还这样说 就大错特错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博雅教育 它是一种传承 传承什么东西 当然是传承好的东西 什么东西最好 你说美国什么东西最好 高楼大厦最好 人家上海人到了纽约说 你这么破 我们上海多心 你那个地铁好 地铁都是尿味 人家中国的高铁 比纽约的地铁强一百倍 什么好 美国的政治最好 所以就是要让年轻人 进入博雅教育 传承美国的政治 理念 所以这一点 张博士刚才 指出来非常重要 请中国人一定要记住 不要到美国说 我不关心政治 人家给你啥你就好好学 啥都该学 政治也是一门学问 而且政治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管到各行各业 没有什么东西 像政治那样就管那么宽 你躲不开 你不了解不学习 你很被动 所以到美国千万不要说 我是来学一个技能 让你学啥 你学啥 特别是你要进入博雅教育 你就样儿都要学好 人让你学啥 你就学啥 OK 好 我们今天谈最好的东西 美国政治制度先进行 我大概能归纳到 八条 一条 人种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英国人 其实还有德国人 法国人 移民到美国 但是英国人的这个世界 非常非常突出 他们是为了追求 这个宗教的自由 他是有理念 有想法的人 来的 我不敢说 这些人是英国最好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英国最坏的 至少他们要追求自由 就是一个很大胆 一个想法 那么和谁比呢 和新疆的历史 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过期都是遣送犯人的 新的殖民地 都是遣送犯人的 只有美国例外 所以人种好 第二个 美国国家成立的时候 既没有皇权的阻力 也没有神权的阻力 美国人把宗教 带到美国的时候 一直是保持社区水平 美国会有一些 这个联谊机构 联合机构 但是他发展的时候 就跟美国的社区发展 是同步的 美国社区发展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然后就形成州 州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形成这个联邦 但是从来也没有说 州大于城市 联邦大于城市 没有 我下面还会讲 所以都是社区水平 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官僚机构等机制 来管理宗教 所以他没有皇权 我讲的皇权就是你现在能想到的 梵蒂冈 教皇 他下面一级一级一级 没有这个 所以他没有两个阻力 两个阻力没有 所以他非常lucky 一下子就判得很高 第三 充分吸收了欧洲 政治民主的优点 欧洲传来是分权制民主选举等等 第四 美国的国父自己也有创造性 我们知道的两个创造性 就不得了 第一个是三级分权 联邦管什么 州管什么 城市管什么 不一样 所以我两次跟大家讲 在美国为什么没有津津上访 因为城市管着你老百姓的 大概所有的事 城市的概念就是市政府 市政府的概念 大约离你开车不到20分钟 我对市政府的概念就是 有法庭 其实市太小了 好几个市才合一个法庭 就我的概念也不对 但是我一个概念对的 就是开车不到20分钟 我们不讲纽约市 纽约市超大市 有900万人 这个有点太乱呼 第一个是我们美国国父的伟大的贡献 三级分权 分权 欧洲分权还不行 还有三级分权 各管不到各 第二个就是政教分离 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政教分离了 这个在任何一个西方的国家 都没有像美国这样 严格执行政教分离 我问美国人 我说这个政教分离 是害怕政干扰教呢 还是害怕教干扰政 他们答不上来 他们答不上来 因为他们意见不一样 但是 结果咱们看出来了 就是教的这个 左右国家的成分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微弱 第四 现在第四了 第五就是 我们大家知道 欧洲和美国经过启蒙运动 其实启蒙运动不是一个概念 是三个概念 法国的启蒙运动 讲的是平等 英国的启蒙运动 是把英国整个推向了一个现代化 美国的启蒙运动最伟大 美国的启蒙运动 是创造了一个 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美国理论家认为 美国的政治制度 已经达到 人类社会的最高峰了 这就支持了 美国保守主义理论的 这个 就成了保守主义理论的一个支撑点 保守主义说 从我们能够眼睛能看到的未来 你随便说 三百年五百年 一百年都不算数了 三百年五百年 不会再有比美国政治制度更加明显不同的好的制度 所以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相当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说不上也可能五百年 不需要再有革命性的改变 英文叫Revolution 就是彻底改变 不需要 美国的所有的事 都是改良小打小闹 不许大搞大闹 因为没有必要 这就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 我们美国人活的 今天要和昨天一样 明天和今天要一样 所以 大家到美国来 第一件事先买房子 为什么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以后 你把房子卖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钱来养老 你为什么现在就做一个五十年六十年的一个打算 因为 它是一个保守主义倾向 统治的国家 不变 今天和昨天一样 明天和今天一样 所以 说到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它的好 全世界最好 我就想起了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前一阶段 大家都封看美国的电视联系剧 纸牌屋 崔天凯说 这个纸牌屋 说明了美国人民 对他们的政治制度 制度开始了反思 我告诉崔天凯 一句英文 因为崔天凯的英文学不好 你要读一下 美国人对 纸牌屋的评论 美国人对纸牌屋的评论是 radiculars 我教崔天凯先生一个英文字 你的英文不好 radiculars 什么意思 就是纸牌屋的剧情 非常的荒诞 你还能想到 美国人还看了纸牌屋 你想到原来美国人现在想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对 你太荒诞了 你太荒诞了 下一个就是民众自发的各种组织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大的特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法国的思想家托克威尔 到了美国来看以后 他专门讲到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是自下而上的一个社会 所以美国的上层要听下面的意见 那么社团集中了表达了下层的意见 我现在给你加一个很重要的事 大家记住 我们中国人把孩子带到美国来 念语论的可好了 考大学的高中的时候 念语论的可考大学人不要 考大学不要 为啥不要 妈妈问了 说没有参加课外活动 中国人说那是课外活动 好的妈妈急的 还有二儿子呢 就赶快还差一年 就赶快让孩子去参加三四个课外活动 到了上大学还不要 妈妈说 你说我们没有参加课外活动 像我们参加课外活动 参加三四个你还不要 为什么呀 他们也搞明白 这不叫课外活动 这个叫民意团体 当然学生的这个民意团体都是模仿和学习 不是很真实的 各式各样的自发的这个民众的团体 比如说钓鱼呀 打球啊 下棋呀 关心政治啊 关心妇女平等啊 就各式各样的 组织起来 为什么哈佛大学不要你这个孩子 你考试是满分 为什么不要 因为哈佛大学想培养 这个学生 他能够反映民意 哈佛大学需要这个学生 他不光学习好 他还能够反映民意 你的孩子之所以去了三四个地方 哈佛还不要 就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是这个活动小组的头 你的孩子如果是活动小组的头 游泳队的头 打篮球队的头 他就不得不面临更复杂的状况 而一个普通成员不会面临这种状况 这大家都知道 四个头很倒霉 啥事都找你 这样的孩子 将来长大了以后 才能够看透 搜集 跟政府及时反映民意 好 我告诉大家了 你的孩子到美国来念书 念小学 想念好大学 不光要念书好 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最重要的是 他哪边擅长 他哪个地方擅长 能当那个小组的头 你才有可能被哈佛大学录取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民众团体 数不清道不白的那么多的民众团体 因为美国的政府是建立在这个团体的意见之上 所以谁他一天盯着这个团体 团体的领导人告诉美国政府什么什么事 美国政府就马上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钓鱼小组 钓鱼小组里有一个人说 这条河两年前我还能钓上鲜鱼 现在啥都钓不上 是不是河的上游有一个化工厂出问题 那个钓鱼小组的组长就很快跟市长联系 市长马上调查 是不是你们化工厂我毒水放出来 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行的 所以一定记住不是课外活动 是参加社会实践 一定记住不是跟摊的 不是跟班的 是尽量找出你孩子的优点 在那个优点突出的那个小组里当个头 你的孩子才能够上好大学 最重要就是说 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和自由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大家都知道 唯利是图不计后果 这差比文明人差太远了 说个笑话 说到核心价值说个笑话 我喜欢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问答 一个问一个答 问 为什么中国到处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 而美国却不张贴宣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 答 你见过哪个良家妇女 在自己门上贴一个帖子说 我是良家妇女 我认识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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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标语